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次我们是在马来西亚 做一个的住那方面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浦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 Walking Distance 的Vector 是比较上weight up 重要一点的 我最保守最保守就是KLCC 旁边附近的 这个第一区 维陆上还可以再分散多些资金 但是之前那栋 和它对面那栋 其实都比较满了 等待可以去那个地方 和大家看一下 那个地区一些房地产尺寸 尺寸 流限地域是很不同的 这些房地产尺寸 跟我们的房地产尺寸 在这些房地产尺寸 都比较满的 很适合 旁边的房地产尺寸 第一,如果你新报到的来玩 或者刚刚来试 或者刚刚住 就住那里好一点 因为它的walking distance 人流非常之多 如果你能够是满租的话 你做Airbnb 那个回报是会可观点 当然你交给人做 这些你不会自己做的 投资回报 起码那个demand有 demand没有的时候 问价的必压 所以差很阔 这个是很正常的market depth 这个是第一区 接着我们就新explorer第二区 第二区就叫做一些 名校区、豪宅区、学校区 类似多很多Markham区 类似香港可不可以说是九龙堂区 应该这么说 那里就是Monkiara和Demisara 这两个是黏在一起的两个区 里面就是一些小学、pre-school 名校、国际学校、大学 都在里面 中间还夹走大的商业区 是金融区 很多大的公司都进驻了那里 加上就是很多的mall 很多的商场 那就一起去了 好了,现在这个示范单位2000呎 那我只是买2000呎 下面国际学校 那原来呢 最主要就是一百八十几万 到 马币 好像是 五间房间 一、五个厕所 真情 Montiara 和Demisara 中间是真的将它两个分开的 问题就是 在那个一至五时候 其实是非常之多的 六天就是比较上金融区那边 水淨河飞 其实是适合对的 你本身想卖屋 提供店 其实是有在的 但是下面这边 就会是 冷静一点 真的类似是 跑马地的九龙堂 都会合理的 他们这样的形容 下面这边 就可能是多一点expect 那个区域呢 我想是target 这些 local的华人 身分夫妇 或者已经上了岸的 一些的华人 如果你租出去 就一定是 长租给一些 例做事的expect 我不知为什么 去到香港 都是很多出来做expect 都是一些 韩国人、日本人 和我红磡住的地方 是很近的 因为在街上 那些人一模一样的 比例的膚色 比例的人 还有在那里 他会说 Hello 就是很外国的感觉 适合他们 有他们的小孩子 或者他们的子女 来中学、小学 来中学 可能公司要安排 他来这里 两种方法都会来到 不好就是人流 没那么充足的了 好就是你有一些 local的东西 真的有一些 住的地方 住的味道 你租就要是 真是认真真找个 墙租 那个就是 好像你平时租个房子出去 你都真的要找个 租客在那里 要撞对 要跟 应该都是被人跟的了 所以这两个区域呢 其实 防守性高 还有一些地 还可以 freehold 就是永久的地权 现在是不会再 有得出来的了 真的要去买 现成的 你说划不划 大概会贵一点的 但是永久的地权 其实也很不错 那最后呢 来到另外的Airbnb 再回来 特意租近这些 第二个的景点 Montiara 和Dansup Damsara 那边 这边呢 其实在高小时 我们又租了一个Pan House 感受一下什么呢 在望下楼宾 街道 隔壁 因为这边的重点 是重要一点 那带大家 先看一看 那这边有一间房子 这是个露台 饭厅 厨房 大家还没走完 人类呢 这边又是一个 落地玻璃 又有另外一个 落地玻璃 这边呢 就是那边的区 我想最主要看大家 在街上 上这边呢 还有个露台外面 哇 这边呢 现在有个房子 因为客房 有客房 自己的厕所 座的有个厅 然后呢 不好意思 我摆到这间 主人房 落地玻璃 衣柜 Walk-in closet 很大个 Carrie 我老婆的这些 看着 睁大眼 我的厕所 主人房 做东西 落地玻璃 看外面 住的方面呢 间间差不多 你要看个不同的尺寸吧 出一出去 看看 看一看 感受下面的邻里面 Let's go 这些区呢 Monchiara 还有 Damsara 那边 为什么不可以说是同一区 那这边呢 绝对不是 那边那么密集的 walking distance 那这边呢 你想住Airbnb 也都难一点 还有呢 这边工资 就是多一点 不让你做Airbnb 还有你做Airbnb 都是没用的了 所以这边呢 应该是for一些 experts 这边呢 就是其中一个 它们常常提 常提的 Garden 好像是不贵的 我想它的价钱 是大概 一半至到八成 of香港国际学校 就是我读的那间 就不是我老婆教的那间 如果我老婆教的那间 它是四成三成 是很便宜 会确实是狠接到的 那个课程 这就是东西学校了 最后一会 你看到很多的笑声笑声 五菜温馨 看到这里 去到那个才是大闸 都是它 还没计过深度 它密集式是很多 这些配套 三间 International School 大学 还有这一区 如果你去回Demassar那边 其实是很多 连接了的一些 大的商场 Demassar那边 就是传统的 豪宅多些 然后商场连接 全部在那边 但是这里的屋 就是会很大间 又只有一间房 或者很大间 又只两间房 真的用来纯住 我不知道有多少 ABB 好像我们那样 突然租一间 便宜 就是开始认识 你会想住这些地方 这边清新一点 你真的住久一点 其实呢 你就会住这边 可能长日子 不是旅行的 可能会是这两区 唯一 不要在第二区 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些是把死河 挖出来变了海 有些就是 望路商事塔 突然很软 那些是吃得便宜 但其实是不值钱的 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那这边都OK的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这边是近一些 家庭的那间学校 过了旁边的区 这个Demansara 就是要过来上堂 但是大学也是这里附近 还有可以有很大的 特别是这个区 其实就特别多华人在 昨天我们去那个商场吃披萨 你一看到就看到哪些人去的了 基本上就是两夫妻 我这年纪 带着儿子 儿子是五岁 八岁 十岁 全部就是这堆的 就算是这区那区 吃的都是这样的 反正Montia R 那边厚一点 因为以前是森林 是一些原住民 有的一些地 可能会多一些 但是地那么值钱 开发了 也已经发了 这区就有另一个环境 你自己看到整个配套 那这边另一个 不好的问题就是 真是初来报导 或者你想投资 租给 卖给初来报导的人 基本上你不会 突然无情法事 来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事 真是来住的话 或者你小孩要读书 或者你要读大学的话 那这区才是适合来的 那旁边再过一点 我们开博客那里 已经是一个 类似中环 中心 是全部高楼大厦 银行 大公司进驻了 就是这里的五分钟而已 所以这个区就是 这样的配套 那你可以当是 跑马地加中环去 双子塔那里 类似是中环铜鹅湾 韩国的持有市场 汇丰银行 当时97年移民的时候 基本上去到 多岸多 去到新 我们香港人占据的地方 都是有一间汇丰银行 现在沿着整条 HIKI SEVEN 都是汇丰银行 所以你说 这是哪个服务呢 西餐厅 西餐厅 何个餐厅 何个餐厅 都是香港人 原来都不是太小的 整个得福花圆 面包夹面包 就是香港人的习惯 海鲜脚扒 果然是不同的 这边真的是住的人 另外KLCC那边很不同 哈哈哈 现在我们在机场附近准备走了 observe 完之后 我都会和他们做的总结 两个地区而已 起码数据上 这两个最划算 直播率 其他一点都不划算 是远一点 有点分成 马六甲 越南 泰国 全部 我不可以代表全部人 我自己就不会先投资 唯一只有这两个区而已 那我们就问两个问题 我们没有夹的 大家不要跟我说答案 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投资 哪个投资 是好些升值的 在两个区域 哇 或者你自住 哪个住得好些 两个区域 两个原因当然不同 对不对 记住先投资 后自住 现在我们总结 Area1是KLCC Area2就是Monkey Ara 和Devansara 好了 问一下大家 自住就是Area Area2的 因为那个环境 其实都适合我这些 比较不喜欢 那么多人 那么烦囂的城市 可能静一点就适合我 你觉得什么静活龙呢 静到完全买不到东西 还没主要 其实Excelia 有点像是澳洲那些 远离Central Area 那些位置这样的 Style 投资就Area1 因为始终你投资 一定要选 有一个Demand 所以 又不是说 Out of the city 就一定没有Demand 但是起码 升级权明 我想会大一点 你几次卖了你所有的 准备程序 这个可能性是零的 自住选Area2 静一点 舒服一点 没有那么多人 如果我要住市区 为什么要来这些人 在香港不能 投资就应该都是选Area1的 有得选Logo的 当然选Logo 平这么多 但全面在哪里 其实没所谓 都是华人而已 好 自住的话 我也是会选Area2 有没有小朋友 有两个小朋友 没有小朋友 不要紧 地面大 静的 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出街的时候 好像下面整个大人 那些 但是Area1一到街 全面 全面 对啊 但是地方小的 如果我要选小的 我回香港住好了 但是如果说投资的话 就是Area1的 始终如果想升值的话 一定是市中心那些 会升级的 Area2的应该慢一点 相对来说 不过我觉得 如果投资的话 就怎样都要是 亲自过来 了解整个情况 是否适合自己 投资的目标也好 或者是自住的目标也好 但是其实很刺激 我们好像在做的目标 是不需要来马来西亚 从来不用的 我们在领事馆做的 是我上次刚好离开 那里的律师 怎么可以寄给她的 很搞笑 刚刚在楼上 就捏了脚 在机场 真的要走了 考察团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Vlog 有什么其他的研究 有什么insight 有什么findings 在楼下留言 我就紧紧 将我这三年的 关于 Specifically 马来西亚 Joy Specifically 吉伦坡 这些 housing 还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什么补充 特别是大马人 都可以 去留言 上次一集 都见到大家 很多的留言 大马人 我都会听广东话 其实真的很 融合 Pace是慢一点的 你急着 你不要过来 不过你可以投资 先投资 后才想自住 是吧 大家在下留言 记住 给赞和分享 还记得订阅 订阅 记得订阅 还有赞和我们的Facebook page 最新的影片 还是在你眼前出现 投资不是带我 专利 下次见 Bye 汇丰银行 汇钱给你老婆 或者给别人的老婆 不是不是 唱次钱 别人的租客 汇钱给他老婆 是